两三个月之前,内地上映了一部《影片追龙》 口碑颇佳其由真子丹和刘德华领先主演 主要讲述了能打赶拼的武士豪偷渡 来到香港为了长久生存之道与心思缜密的探长 雷洛联手致霸香港的故事《影片追龙》所讲述的故事 并非凭空捏造而是根据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香港的真实故事改编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号称是香港最黑暗的一个世代 当年香港警戒与黑帮组成庞大的贪污帝国 以吕勒兰港韩森严雄为首的华人高级探长 将香港95%以上的警察脱入贪污组织贪污之风 甚至蔓延至全港各个行业 有一个著名的真实案例 一个职位直到警司的华人探长韩德 1954年进入警察行列 到1973年因腐败入狱 警察生涯19年 以他的正当收入平均200到300 元每月不吃不喝也只有7 万不到的积蓄 但他被查梅的家产至少有500万港元 在香港六七十年代所有华人探长中 吕勒民气最大 吕勒CPM 1920年5月16日至2010年5月13日 1920年5月16号出生于广东省 善伟市海丰县赴城镇路 近乡新南村 后来全家人偷渡去香港 又名吕勒 人称了哥阿叔 号称武艺探长 他官智港岛九龙的总华探长 纵横黑白两道 只手这片风光一时 在总华探长 吕勒手底下 有一个名叫曾启荣的华人探长 曾于1940年至1972年 服务于香港警队 做过警署警长 俗称华人探长 深得吕勒信任 位高权重 一度叱扎风云 后来当时的香港 港督麦里和爵士深感 当时政界警戒与服务业 污浊社会风气堕落 决定成立总督特派 连政专员公署 即今日的香港连政公署 以遏制日益泛滥的警队 贪污 所谓秦贼先秦王 以吕勒为首的四大华人探长 被追捕通缉 而作为吕勒手底下的亲信 曾启荣也自然逃脱不了前妻 他逃到与香港 没有引渡条例的台湾定居 躲避香港政府的通缉 逃到台湾之后 曾启荣与太太 居住台北民生社区 某大楼 时宇 吕勒 韩森等前华探长 演察大台 直到2011年去世 他都没有回过香港 2004年84岁的吕勒 在台湾接受杂志访问时 被问及会否回港 他只缘在港里 没有相处朋友 相识的都在台湾 其中包括香港艺人 曾志伟的父亲曾启荣 对方也是潜逃台湾的华探长 显然曾启荣的社会出逃 对曾志伟的演艺事业 没有造成太大影响 后者已矮小的身材 在娱乐圈 混得风生水起 成为香港领界大哥 便多